第1集 大家好 我是QMO 那QMO這次來到我們的 Vibletech T91的第三集 謝謝大家去看前面那兩集 其實你看到後面 總結也是可以啦 因為有些部分我可能會講到重複 那在QMO的最後 自己的感想 跟感覺來說呢 我覺得我們要先從 第一點來講到就是說它的售價 相信這把槍啊 而且QMO還記得那時候它還被靠北過 毒蛇的T91要被靠北過說 哇這支槍怎麼那麼貴 比真槍還要貴 哇三萬多塊錢 不好意思啦QMO真的沒記清楚它到底多少 官方說就三萬多 因為它有價差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有三連發的部分 跟沒有三連發的部分 還有一些設定的部分都不太一樣 那所以請大家呢 因為這把槍真的可能 比較難找的 如果真的想要你再打電話去 毒蛇院討問問看 他們說我不能跟你打保證喔 那他們會跟你報價好不好 那QMO就是 價格的部分是講到這邊 那有些人會說 那為什麼它比真槍貴 老實講啦 如果真實的資料 T91的成本 它是 一萬八千塊台幣 成本一萬八千塊台幣 也就是等於是陸軍 在跟205場買的時候是 一萬八千塊一把 好像採過十幾萬把的樣子吧 我忘記了 那 大家知道嗎 一把M4 美國他們的定價 就是他們的成本 然後賣給他們的軍隊 一把 是八百美 各位 八百美 等於台幣兩萬多塊錢 兩萬四 兩萬五 左右了 你看我們的T91 也是短行程 你不比他們差 你看我們可以賣一萬八 我們也算是台灣之光 更何況那時候我們的上機甲 賣到國外的時候 也是賣六百塊美金 各位六百塊美金等於我們台幣 一萬八千多塊錢 好不好 這是額外談啦 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國造武器真的是不差 雖然說槍管是用別人的 因為 我們槍管這邊的技術可能就差了一點 好不好 那回過頭來講 那為什麼這把槍會那麼貴呢 告訴各位 數量 數量 很重要講三次 各位 這一把 他只有不到50把喔 包含QMOSO他拿這一把 這不是51 這是50把之內的那一把 應該不到50 好不好 數量少 所以也就是省一次 他某些機甲的部分 是特別為了這一次的D9L 特別去做的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到這一點 所以物以稀為貴 當然我不可能一句 物以稀為貴就告訴你說 哇這把槍怎麼靠北那麼貴 而是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告訴各位 QMOSO一直從第一集講到第二集 一直到這一集 我都會講 他們有些部件 大家看看這個桃紅色的 這個螺絲膠 大家看看這個覺得 暗暗鐵的這種構造 好不好 看看這個醜醜的 這個鑄鐵醜醜的感覺 好不好 無限接近 現意使用的東西 無限接近 各位 無限接近喔 就是等於是 喔 懂 好不好 不要講太多 想知道請資訊問我 那 真的 你光買這一把來說 當然我不是說今天讀者 一定要跟OB別家比 不是 而是他們因為他們製程的關係 不可能說我今天再另外 在開模 在做其他的這些東西了 當然是做他們最耐行的 鍛造槍身的這一塊 它其實是這樣子 並不是故意的 所以呢當然 這些無限接近現意使用品 其實對各位 如果是喜歡國軍這塊的朋友 相信你抓起來一定非常懷念 各位 我是沒裝過T91 如果今天有65k2給我抓 我一抓就知道它質感是怎麼樣 是不是無限接近現意使用品 我發明新名詞叫 無限接近現意使用品 就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解釋到 由於它沒有到50寶的數量 所以這些部件也沒有到50組啊 是吧 那 希望大家就能夠理解到 它的價格為什麼那麼高 大家看看它的底板好不好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它那時候底板還有做這個東西 真的是很妙 我上次開這個 開到我指甲斷掉啊 大家可以看到 打開之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收納槽 以前我們65k2沒這個東西 T91有這個欸 而且 老實講啊 我真的講一句白話就是說 它真的顛覆我對T91的想法 因為我有抓過OB的嘛 我有抓過電動槍的嘛 我就覺得說 就不是這樣子嘛 那真的又能夠怎麼樣 那但是這一次有無限接近現役使用品 抓起來真的覺得 欸我們設計真的不錯 也很符合我們東方人的手型 真的 老實講 要不是我想要的是6k2 要不然如果我當兵是T91 我真的就被讀到了 真的 那它的握把 在這邊額外一提啊 它的握把真的是超好握的 而且 很符合我手算很小 我手算小的人 我抓起來其實好合我的手喔 我覺得 哇 很開心耶 我真的蠻開心的啦 老實講 那它的拖用 它屬於它自己的造型 當然不是說這把槍沒有缺點 但是在這些部件上來說 除非是它本身的設計缺陷 不然以我們在玩玩具槍來說 這種無限接近現役使用品來說 我們真的是沒有話講 好不好 它該是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那當然啦 防身蓋 大家也要記得它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我對這個玩頁真的是 超有印象的啦 QMO呢 對這把槍呢 就是說 拿出來跟大家介紹它 然後讓大家認知它 然後知道為什麼 價格怎麼樣 它數量狀況是怎麼樣 而它上面的部件 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只是替大家做個介紹 然後實際上有抓到 這樣子 那 我知道有很多人也許 真的還很想要 那不過呢 QMO這邊可能也沒有辦法 跟大家保證 希望大家能夠 也許去跟原廠 去跟他們 詢問一下 好不好 那 當然啦 我們把它的價格呢 跟QMO對它的一些優點部分 講到這裡呢 最後還是不得不說一下它的缺點 它的缺點 就是說 它的前方這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做這個東西啦 這個地方叫做 呃 這個要做槍杯袋扣環 這個槍杯袋扣環喔 我真的搞不懂 為什麼要做一個這麼小的洞 那他們是可能是要 和他們自己 QMO去買啊 一條四百塊的 國軍3.4槍杯袋 3.4槍杯袋 這種3.4 前面這裡有勾 我不是說這個做得不好 這條四百塊 然後去勾前面那塊對不對 那如果人家想要用更好的 例如說 那我自己想要去買好一點的槍杯袋 那你這個那麼小一個到底是勾什麼意思的 我是不懂啦 反正國軍是這種思考點 這個也許有它的耐用度 但是你真的遠遠看 那要不是我拿到這個無限接近 現役使用品 我那時候真的看其他玩具 我那時候真的看其他玩具 那這支這麼細 誰敢在上面勾東西 這不是就斷掉嗎 可是實際上它是真的蠻牢靠的 可是 可是嘛 那再來 它下面這邊呢 會有一個它放一個槍燈的部分 他說啦可以放槍燈 但是最妙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各位 它放了槍燈你就不能插刺刀 你插了刺刀就不能上槍燈 那有什麼不把刺刀取消 再另外一題齁 各位 你知道嗎 T9爺目前現役他們使用的刺刀 基本上是要推出一個新的刺刀 它名字好 我沒有記清楚 那個是接近M9的新 Q摸啊 剛好有M9刺刀 M9刺刀 真愛齁 那我們就來裝裝看 Q摸其實自己有裝過 大家看一下 所以說 今天呢 你買玩具 基本上都卡了進去 大家看看 欸 卡進去了 很OK 很OK 我覺得不錯 Q摸真的有 讓我感覺以前 那時候我以前當兵那種要刺刀的感覺 但是 他們目前 卻沒有配發 他們所謂新的刺刀 沒有的 沒有的 他們依舊是配發之前的這種M9 舊的 Q摸以前做兵用的這種 長的這個 你看那個 旁邊那個刀夾 一看他就知道了 就長這個樣子 這玩意 好不好 來裝上看 好 裝上去了 沒有問題 這種感覺真的就讓Q摸想到我以前在刺槍樹的那種感覺 那 但是這樣子 就是 就覺得很妙 那 那你 何必 為什麼不出新的東西出來 再來 還有另外一個點 我是真的覺得說 不知道為什麼國軍那時候要這樣的設計 就是 這一條 槍杯袋 他這條 四百塊的槍杯袋 我跟你講 等一下 Q摸會 稍微轉個畫面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順便跟大家說 分享一下 Q摸研究出來 他應該是怎麼使用 這一條 不貴真的四百塊 而且是三點四的 我那時候拿到我就說 哇 三點四 七八塊很便宜 然後料還蠻不錯的 但是拆開來 也沒有說明書 什麼都沒有 啊 我也沒有遇到 我如果 這邊 大家看影片 有是正國軍的 你可以附一個影片給我 看到你這條怎麼用 我是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 我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就覺得 這條槍杯袋真的是 真良心 應該是國軍就是用這一條 因為我去 跑去那種 專門賣國軍的那種賣 好不好 也不貴 那待會呢 等一下就會看到Q摸 轉個畫面 Q摸就把它背在身上 然後跟大家 聊一下 它怎麼使用 好不好 好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 Q摸這樣子 也許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等一下Q摸還會再往後退 退遠一點 讓它看得更清楚 好不好 大家看到 它這個槍杯袋 最主要裡面有個主要構造 它有一個地方 尤其它後面這邊 有個十字結合 我是覺得這個 十字的 啊這個是鋼的 它一邊是結合袋上面 然後另外一邊變成支點 一直往後面這邊撈 撈過來到中間的時候呢 大家就看到這邊有一個 有點像是以前 6K2這種舊式的壓扣 好不好 那再來呢 往前伸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前面就是一個 扣在前方的這一個扣具 然後再加上這邊 3.4槍杯袋一定會有的 就是一個示範扣具 你示範完之後 槍才推的出去 基本上是這個要素 但我比較搞不清楚是這個 好不好 那我在這邊呢 就裝上去 然後試著讓 試著帶給大家看 基本上呢 我們帶呢 是帶這樣子 由於我沒有調啊 所以整把槍之後 已經捶到Q摸的在最下面了 捶到Q摸最下面 那你要怎麼樣調整呢 你調整就是要把 這個地方 前面這個扣 然後把他的 把他的 料拉起來 我必須要 把他拉斷 拉斷完之後呢 這把槍他背起來 就會像這樣子 就比較像這樣子 會在 腰肚子這邊 他甚至這邊再縮短一點 你就看到他就在這個地方 Anyway 那你要看到他 這邊就可以調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 好不好 我真的搞不懂啦 那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槍拿起來的時候 事實上來說還可以調得更爽 然後更短了之後 他感覺就像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掉到 一般3.4槍背帶都掉在這個地方 這一條先鋪臉 好不好 那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是拿起來 是不是沒有辦法出槍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出槍 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就是 再把前面的這一個 解開 然後我們就可以 這邊就是縮進來 我們就可以出槍 好不好 那我們錘下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就是使所謂的3.4槍背帶 當然之前也有其他的牌子 住了3.4槍背帶 但是我真的就是 在這個地方 調整 你主要在你身上的這個 細住你的這個 環 帶來說 這真的是留太長 我真的不懂啦 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拿著這條 如果近距離的時候 沒刺刀可以過去給別人這樣子 這樣子 反正這條就是靠北長 有那麼長 就這麼長 然後 也不知道要說在哪裡 如果 有國軍的大神 麻煩你教我一下 這條到底是幹嘛 好不好 當然啦 也有可能這一條 真的不是國軍用的 如果有的話 也希望就是說 大家跟Q摩講 我真的很想買來試試看 那我們扣上去 但事實上來說 它掉著 由於它後面有這一個 十字 我們可以看到十字的那個扣具 它真的可以讓你槍齁 如果像 國外有一些 3.4的槍兵胎 它勾在後面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直接撈在槍桌上面 有一些它是撈在下面 有一些國外是撈在下面 所以它的槍會 槍會轉 但是你看齁 我們國軍的這一支 你看你的槍永遠都是 平的 我覺得這一個的設計不錯 但是強度部分呢 可能就等下要看到底 它是OK還是不OK 那Q摩還沒實際 就只能這樣子就是說 來以它的構造 來討論它這樣子 那 當然啦 後來我們有想到一個想法 可能啦 就是說可能 畢竟 都要行軍 所以行軍會做到什麼 叫大背槍 如果我們把這整把槍拿起來 然後我們要大背槍的時候呢 各位看 大背槍的時候呢 是不是 有些人能背 有些人不能背 對不對 那這一個槍 槍背帶的長度 你要是調整它的話 可以讓這條變長 變長 然後 你就比較好搭槍背帶 猜的啦 因為 我真的覺得這一個節點 跟這條流的繩子 真的太長了 我是搞不懂 好不好 那希望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 也跟我說 那最後呢 我們也不得不說一說 就是說國軍 關於現今國軍使用的輕型兵器 也就是目前我們的T9要來說呢 雖然有許多部隊呢 都已經 自己有去買AirPoint啦 或者是買自己的瞄具啦 但是 最妙最可笑的就是說呢 他們當時候也有發明所謂的T854的流彈發射器 也是顯少看到有出現在 我們的國軍照片上 而我們的國軍呢 依舊還是拿著 傳統式的 這一種 去做瞄準 我能夠理解 畢竟我們國軍不會像 美軍這樣 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瞄具 但是一個瞄具真的不多錢 一個瞄具真的不多錢 就已經做到這種魚骨了 那為什麼不上瞄具 是吧 好啦 那 最後這一些 也算是Q摩自己一個 因為我就想說 我買有的T9要 為什麼不去搞他的槍杯大來試試看 還蠻有趣的啦 好不好 那 講到這邊 也是一樣啊 謝謝大家觀看 也是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那如果呢 你對T9要 不管是T9要 或者是 Vivotech T9要 或國造的 大家都可以跟我討論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真的可以討論 Q摩也不是說 我一定都是對的 只是 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那 除了留言呢 你也可以密我 大家也可以私底下談 大家要記得 去訂閱一下我 然後記得按小鈴鐺 那在這邊謝謝各位 還有啊 Youtube到底要不要開盈利啊 我到時候 把這些錢 可以拿去 請人家幫我上字幕上特效 我自己剪影片好累的 好啦 那Q摩就說到這裡囉 好 謝謝